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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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放轻松一点了 是 所以反正到这时候了就是开心最主要吧 对 这句话说得好 你就应该拿出开心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进行打比赛 其实有可能我们的比赛的状态呀 或者是出牌的思路啊 可能更加清晰了 对 发挥可能就更能发挥出来正常水平了 所以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说 接下来我们的三位选手要争夺本场的五分 这个五分是谁呢 是不是会有可能是我们的三号选手秦雷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 有请选手们再上一期 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之旅 看啊 我们赵嘉宾这边啊 大王两二对劲 叫两分 估计底牌上来之后啊 他自己都得觉得这两分较少了 三到八的顺子 嗯 过一张单尖 这个时候一定要过单尖 对 然后直接回大王 这个其实 直接回大王都是可以的了 因为已经是全排了 你这样出的话 反而把自己出的 嗯 更难办一些 好在说啊 大牌现在都在手里 像这种情况呢 刚才直接接大王的话呢 就三个二带一张 然后九到尖的一个通天顺 剩一张单七 嗯 因为是全排了 这把琴雷是手叫啊 大王对二对劲 叫了三分 三四五 三四五 段六 嗯 好在排还算比较整 这张单圈呢 刚好是顶到了地主的一张单钩上 嗯 作为 我们看 哎 逼着地主拆掉对二 我们说作为农民来讲啊 嗯 赵嘉宾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负责任的 看 继续顶单钩 这张单钩啊 其实地主一直是想过的 如果他不 这张单钩过不去的话 那么 他这个牌啊 永远是要 不敢往前冲的 看 这时候单钩又顶上来了 留得中接 接一张单尖 哎 这时候逼着你下大王 好在现在这个队伍会对十之后啊 两家农民呢 已经没有大牌管了 嗯 然后七道开 赵嘉宾是顶了四手牌 而留得中这边呢 是拆得也及时 直接接了四手 但是没办法 手里的单牌太多 看 这一局 赵嘉宾叫两分 嗯 对圈就直接上对二了 对家 然后现在的话呢 是 六 八 凯 还都未见 所以说这个三代啊 要及时打 哎 这个六八同时出来了 嗯 逼着你上小王 这时候如果说大王管上之后啊 哎 这一对四送过来 虽然是对十 地主有对钩 两家农民管不上 没办法 嗯 两家农民 短六七 这个牌啊 也是很整啊 打一个队伍扣片了 那没办法 现在只能是拆掉队二 一张单五 如果能过你就过 没加 两加不掉 我掉三分 出单六 就是组成了五六七八九 对四的话呢 我这边可以高对尖来上手 继续忍尖 三个圈上手 三个二肯定要上手了 因为现在农民剩了两张牌 三个二带一张八 然后五六七八九 这个时候冲是可以的 打个三个钩也可以 一张圈回大王 我看上一局啊 刘德忠手里三个二 都没有急着去拆 嗯 忍了两手之后 等待着农民给放过来 然后上手 秦磊这一局呢 是三个二就较了三分 底牌补的也还可以 嗯 没有拆对尖 拆二 知道两个王没坐在一家 嗯 嗯 嗯 这样的话 打到爆片的话 肯定是要送一对给同伴的 好 张嘉宾接过来 打一对凯 剩一张单五 五 这个时候对九 是可以垫进去的 好 勾键了 现在凯还未键 点上单圈 那现在我们看 秦雷这边的牌呢 自己已经够走了 三个凯 嗯 刘德忠一个大王就叫了两分 三个三带一张 然后三个九回 嗯 勾圈铠尖 回大王 直接勾圈铠尖 剩一对七 这样第八局过后呢 刘德忠的积分呢 反超了赵嘉宾 嗯 三位拳手还是很稳健的啊 哎 这种牌啊 一定要三分 因为 做手牌就很板呢 然后 底牌补上来之后呢 嗯 也还可以 可以形成 一套长顺 嗯 这时候高四五六七八管 或者是八球十勾圈都可以 用四五六七八管 哎 对 这样就比较好了 看看能不能惦记起一张尖 或者是凯 可以直接上大王了 然后八道尖的顶天顺 打对二剩一个尖 嗯 我看 赵嘉宾和刘德忠两个人啊 交替领先啊 伟家叫两分 现在是属于全排的情况下 那 五六七八九 然后八九十勾圈 嗯 打个单六 看这张单尖能不能垫进去 哎 六道圈 这个出来之后啊 我们看 可以直接上对二了 八道圈的顺子 剩一张单钢 嗯 三个二 刘德忠就叫了三分啊 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八九十勾圈 铠价 嗯 继续打单 然后打一对凯 三到九的顺子 对十是大牌 这一局也是险胜啊 有的种这局呢 又抓住机会啊 又叫了三分 底牌上一队伍 补成了四个五 坐手呢 三个八 三个二 这个牌 其实真的是很顺啊 然后十个小改尖 打个单圈 回大王 看看会不会骗下来一炸 嗯 果然 赵嘉宾这边没有上当 招牌上一旧 哇 嘲嘲嘲嘲嘲嘲嘲 晴雷这边叫了三分 小七八 点一对六 其实对子打出来之后啊 地主这边基本上就上手了 这个时候其实 选择继续出单牌也可以 三个尖带一张九 然后对三对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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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王 一个二叫两分 底牌的单四组成了三四五的连队 现在是段七 七也加了 全排 那现在就是需要耐心了 看看能不能 裹掉一堆钩 或者是一个单九 管上之后呢 现在多出了三张单排 这样的话 我们看 赵家军这一局就险胜 打往三个二对劲 就两分 段六 六在赵家军这边 成了一个四个六的炸弹 但是这个四个六如果要是成炸的话 这个无形中会多出了三四五的三张单排 那现在就看 同伴这边呢 能不能尽快的把牌除干净 那经过了 这些对子的 大家 你一回合 我一回合啊 现在七雷的牌已经散掉了 嗯 敢炸吗 炸掉之后怎么办呢 出张单三 那对子的话 这边是接不过来的 出张单十 你也只能接一手 啊 就过去了 没办法 秦雷这把是 小王三个二叫的 补了一个变成四个二 然后圈凯加这连队 五六七八九十 勾圈 现在 我们看 其实这个时候啊 打 对凯 对尖 都可以 四个二 一个三七 那现在 秦雷和赵嘉宾呢 两个人同时 负七八 刘德仲这边 依然领先 这一把赵嘉宾的机会啊 果断叫起三分 看看会不会有春天 嗯 顺子不大 起来可以管上 嗯 选择不要 那这样的话 肯定要奔春天打了 对尖 然后三个二带一圈 剩三个三带一大王 两家不叫 然后到尾嘉这边呢 又是叫了两分 但是这个两分啊 我们看 也是不太好打啊 对三对五 对六对八 对十对勾 小对子太多了 回对K 这个时候 如果你对尖不管上的话 刘德仲就会打一张丹九 回大王 然后就是这样 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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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两加不叫 伟加这回叫起了三分啊 因为是大王对二 三个凯 底牌又补了一个十 变成了四个十 这个牌其实是很漂亮的 进一个单尖 回大王 对三回对二 虽然现在外边有四个勾 但是也不害怕 三个凯带一圈 净剩一个净手四个十的炸弹 刘德忠这局 打王三个二 果断的 超了三分 好 怎奈说赵嘉宾的牌啊 是如此之整啊 这个 那没办法了 现在 大王出的有点早了 这样 咱们就知道了 RDX berg 傻伯父 伯父 骂 算 伯父 伯父 秦雷这边呢 现在是 坐手没有圈啊 但他这边是形成了 一个三四五六七 然后六七八九十钩 我们看 这边会不会直接上大王 直接上二 会不会直接上二 六道钩扣一张单十 这边七道圈刚好管上 然后打一张单圈 顶住地主的同时呢 放走同伴 那今天这个五分呢 刘德忠和赵嘉宾呢 谁拿到 谁都会先战斗先机 如果现在这个比分 保持到中场的话 赵嘉宾拿五分 刘德忠拿三分 两个人又是拼分 嗯 十六 十六 四 悬念还得是最后一场 才能揭晓 没错 而对于秦雷来说 现在相差的分数 也不是很大 也有望可以拿到五分 嗯 所以说该拼的时候 一定要拼 嗯 好 二十二局结束之后 刘德忠现在是五百分 赵嘉宾现在是一千七百分 秦雷现在是负两千二百分 嗯 差距变成了一千二了 这一局 不错哦 底牌还有小王 好 刘德忠呢 较了三分 王站三个二 少五六七九了 这也不怕啊 这是 这个满手的大牌啊 这是 哦 五件了 嗯 直接上二 然后 三个四 三个十回 好 嗯 对圈回对二 净手剩俩王一个尖 这底牌上的真好 嗯 好 这也是想这个 要一下炸啊 因为六到现在也没有见 对 呃 刘德忠现在是一千七百分 赵嘉宾现在是一千一百分 秦雷现在是负两千八百分 嗯 刘德忠和赵嘉宾只差了六百分 反超了 从刚才落后一千八 现在领先 六百分 六百分 你看领先的时候啊 他就 使一些策略啊 嗯 到莫加了 较一分 而且就 虽然是较一分啊 我们还是上的也是真好 但是 哎 我们看 反春了 又回去了 嗯 好 现在呢 刘德忠和赵嘉宾是打成的评分 都是一千三百分 秦雷现在是负两千六百分 嗯 赵嘉宾这一把啊 看 小王三个二 对尖 对凯 对圈 底牌六七八补上来之后啊 就是六道勾的一个六连 这个牌上的也是不错的 看五还见了 现在已经是全牌了 直接上小王 然后打一个六道圈的顺子 虽然不大啊 但是我们看 秦雷管上之后啊 剩了一把的小单牌 什么也不合适的 顶二 对尖 再出一张二 剩一个七 好 这样的话地主获胜 赢得了六百分之后 现在赵嘉宾现在是一千九百分 刘德忠现在是一千分 秦雷现在是负两千九百分 转到秦雷当地主了 坐手的小王三个二 而且手里的三代啊 也是很多 三个卡带一个九 回小王 今儿就是大牌了 然后三二代对七 好 这秦雷呢 可以赢下了六百分 现在变成了负两千三百分 刘德忠现在是七百分 赵嘉宾现在是一千六百分 我看刘德忠 只有一个二 脚的三分 底牌上了一个小王二 其实秦雷看到这个底牌的时候 会不会心里在说 这个牌你搞什么要的 秦雷都不敢要 这个牌补完之后 我们看其实 刘德忠这个牌 手里牌 真的还是很整的 十勾圈的连队是大的 三个卡带一个五是大的 打个单九 剩一个二 拼出来的 真的是拼出来的 这就是运气啊 我们说这三分牌 七分运气 就这么讲的 笔牌上个小王二 刘德忠现在是一千三百分 赵嘉宾也是一千三百分 秦雷是负两千六百分 秦雷是小王队二 左手四个九 三八钩 断三张 但是刘德忠这边的牌啊 也是整的不行啊 三代三代 三代 三代要不起 管上 三个都在对家 这扶的是太任性了 这时候吧 其实 很难决断 很难决断 这把赵嘉宾的机会啊 这一局叫了两分 叫得太少了 坐手就是撒圈撒凯 对勾三个二 对勾都能说话 这牌叫两分 是不是少了 飞机 对劲 三个二代一张八 一张单九扣大王 这个两分确实是少了 但现在足以拿到领先的位置啊 抓嘉宾现在是两千分 刘德忠现在是一千四百分 秦雷现在是负三千四百分 我们看这把 刘德忠又有机会 刘德忠就没叫两分 直接三分 坐手的就是 三个七 然后补了一个八之后 现在是三个七三个八 好在说这边有三个二 可以管一手啊 然后三个七三个八 出张钩 这也很有 这个其实是特别考验农民的 你接了之后 它就不好办了 打一对十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然后一张单三 送走同伴 这其实应该是银牌呀 秦雷的牌太顺了 确实是太顺了 其实秦等于是 秦雷帮了赵嘉宾一把 本来是想反超的 但是最后呢 现在和赵嘉宾呢 又相差了一千五百分 这一局 这一局 赵嘉宾 叫了两分 在领先的情况下 叫两分啊 给这个赵嘉宾 你不然会破墨 就是 就这个方 Shouldi 这一次 有点 说 你不don 就是 好 对此接过来 对此不要打队伍 打一张单六 你上小王 这时候大王肯定会上了 因为你上的牌太少了 一张三 哎 剩了一张三 没问题 嗯 我们看啊 刘德忠这边是 一盖四个凯就叫了三分 啊 底牌补的也是真好啊 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七八九十勾 这时候又是不是可以七八九十勾圈呢 哎 圈见了 直接上二 对 不要垫尖 千万不要垫尖 因为什么 只要王分家我就可以炸了 七八九十勾是大牌 我手里是三个圈 外面一个圈也出来了 嗯 很超 好 我们要恭喜的是刘德忠 获得了本场的五分 恭喜 二零一八全国牌王争霸赛 正式启动 高高斗地主 携手全国二十一家升级电视台 联合打造二十一支强队 争战牌坦 通过大赛官网 三W到高高到CN 获知参赛办法 分享由高高斗地主提供的 一百八十八万现金大奖 巅峰之战 一触即发 二零一八全国牌王争霸赛 等你来战 今天的比赛结束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为选手加油 同时也别忘了 给自己来进行报名 大家可以登录 专业棋牌竞技平台 GoGo比赛 三W.GoGo.CN 或者拿起手机扫描一下 屏幕上出现的阿维码 进入到电视台区 大家就可以来参加 我们的网络海选 也欢迎大家直接 播打节目的报名热线 或者是来关注 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或者是全评 加上五个八 搜索一下 大家就可以来报名了 那最后 还是要感谢 GoGo比赛平台 对于本节目的技术支持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